那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的话主要是在各位老师简报的部分 因为其实我想老师在简报上的话应该用的算最多的 除了握着以外第二个最常用应该就是简报 那大多数老师应该都是有在用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会针对就是说可能老师您在制作过程里面 可能你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也许你想要再怎么样 再提升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可以把我们简报再制作的比较免贯一点 然后有没有怎么样可以效率比较好一点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主题上来讲的话主要大概有这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其实老师常常在用这个简报 那回软的版本老师用的快腻了吗 每次一打开一看啊这PowerPoint做的 因为就是内建的版本对不对 总是吃久了也想要换个口味一下 那所以其实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一些就是您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很多免费的简报上 当然你想要用付费的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 那但是免费的就做不完了 所以您可以试看看换个口味 那第二个呢您可以在网络上还可以找到很多有关于免费的影像的图库 因为简报里面除了你直接引用这个版本以外 实际上有时候老师还是需要一些小的图示来美化一下 然后让人家看起来比较不一样 因为你老师用这个 那个叫做什么 美工图库里面的 用久了也是看起来都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总之想要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那么再来就是说 母片的制作还有简报编辑的问题 那么一般来讲老师在制作简报的时候 很容易遇到一个点就是 大多数都是普法练钢 一页一页复制鞋上复制鞋上 做的时候很高兴啊 改的时候就是很痛苦 因为你做了100次 做了20次 你要改的时候就是再重新 重复那些动作一直在做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有用养成习惯用母片的方式去做的话 你会发现说我们在修正东西的时候 通常会比较快一点点 会比较快一点 因为你可以把整个简报的格式 风格都定下来了 那你再来修正就比较快 接着呢 还有跟什么图表制作 图表制作可能大家应该还好 大家用到图表制作的机会不多吗 可能不是很多对不对 也许有些老师可能会引用数据啦 你用数据那其实你用拍照的也可以 那再来就是有关于简报要播放的时候 简报播放的时候 事实上 就等于老师在跟同学上课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去播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 在做的时候 我们顺便把它录 甚至比如说老师您做好简报之后 我怎么样把它变成 Rage 转成Page 或者您再把它列印出来 假设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原请 你可能要把它列印出来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怎么列印比较好 所以我们在这边 还有一个就是您如果要带着走 或者要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第一个就会遇到事情的问题 今天这台不是我的电脑 因为像我来讲的话 我比较常常会遇到就是 我上课的地方 就是那边的电脑 不是我自己的电脑 所以你要带着走的时候怎么办 如果你简报没有放音乐 或者有放一些影片 那你带走的时候 拿到那边去 奇怪 怎么我的音乐不见了 影片不见了 之类的 我们会在这边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免费的简报版本 免费简报版本 这边老师可以找到很多 像这个网站 这里 都有 那很多它是 就是有付费的 也就是说 它本身是付费跟免费在一起 那它会提供一些 就是免费的 版本给你先试用看看 那么我们第一个这一个的话呢 是它上面全部都是免费的 全部都是免费的 所以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在这边 我这里呢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网址在上面 老师如果你要找这个网址的话 我是建议您打开我给老师的简报 然后党按商直接扣比较快 换的话还要仔细看那个 有点累 好 您看一下 在这里 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里 那您进来之后呢 我先回到它的首页 好 进来之后呢 他就帮您分门别类 在这里 对了 老师 请问 您在用浏览器的时候 自己 像这样的放大扩小 老师有没有在用 因为有些都是会比较小 对不对 浏览器本身就有支援 放大扩小 后面 IE7以后 或者老师用这个 Firebox 那个火壶 或者是Google的 这个 都有 哪一个快速键 老师知道吗 键盘上的Ctrl按着不要放 加跟- 数字键盘就有加跟- 那个您用IE也有 IE7以后都有支援 您看在哪里 其实在这边您看 以前我们的都是文字大小 IE6老师如果以前习惯的话 这都是文字大小 大中小 对不对 但是 有的调的根本就没有用 为什么 网页设计上的关系 对 有的根本调的没有用 那所以呢 IE7以后这里 有另外一个缩放的 您用这个方式会比较方便 尤其老师如果有时候 要看英文的资料 英文那个字都很小 看网页就很难过 对不对 所以您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您看它的快速键在这边 有没有Ctrl加 这个加就是指数字键盘的加 或数字键盘的减 那您用这样的方式去放大 图片跟字都会放大 而且重点是您还可以操作 还可以操作 所以如果说您 用的IE7以后的版本 或者不一样的浏览器 您都可以尝试看看 这样再看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好 那我现在回到这边 所以您看 我们刚刚那个网页我现在把它放大之后 大概像这样 那它本身呢 一进来就帮您先分门别类 分门别类说 你想要的是比较抽象的 还是一般性的 商业性的 还是比较自然的 还是财务的 或是所谓的旅游的 旅游的 它都发现分门别类好的 那么下面呢 你往下走 它你就会看到 比较popular的 比较有特色的 它就先介绍几个给你看看 看你想不想要 你要哪一个都没有关系 那么假设呢 你要去看这个比较抽象的 点进去 上面广告就不要理他了 你看到左手边 有没有感觉起来 就比较不像 用powerpoint的 那种内定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因为用久了 总是希望有点变化 你看这里面就有一些 好假设你想要这个 气球的 你就点一下 好我们往下 好 那它的download呢 比较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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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在下面这里 老师有看到了 这是小的 对 对老师抱歉 教我一下 因为我今天拿到 握个握的 download在这边 你就把它按一下 那一般来讲 这个点报 其实档案都很小 所以老师 一般来说 您的频宽不用很大 因为存下很快 你看这个大概多大 这个是2.7Mbps 有没有 这是2.7Mbps 所以不是很大 那应该一下就下载完了 好 所以老师您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去试看看 那么我这边呢 已经有先下载 一个了 我给老师稍微看一下 简报的 好 我下载几个 那刚刚那个好像是 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另外一个 好 我们刚刚下载这个 那么如果您打开来看的话 我们给各位看这个清单式的 您可以看到它这边呢 有提供它的一些背景图 有没有 背景图 那简报的档案也有 那这个可能就是 每个 就是 免费版本 它有的处理方式不同 有的是只有给你简报就好 那有的是图片另外一个 像这样图片另外一个 简报也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的话呢 我比如说我就把它打开 这个把它打开 里面就有了 对不对 你看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这都有了 那你不见得每页都喜欢 比如说我只喜欢第一页跟第二页 那你就以这个回方本去改就好了 那就很快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 内容 我没有办法当社会 但是 我们的呈现方法 我们可以改变一下 好改变一下 看起来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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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呢 像这样的话 各位就可以稍微尝试看看 另外呢 像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也不错 它上面呢 这个是有商业的 跟这个免费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您如果仔细看一下这边的话 像我现在抓的这个画面 我们一般 我会直接去找这个free的 等一下 我告诉老师关键字 因为 我这边其实讲太多也没有 因为这个网路上 资源不断的在变化 老师只要知道关键字 是什么 你去找的话 就可以找到非常多 好 一般我都会先进来 这个就是free的 free的 那您看一下 你看 他说 这个free的 这个是三个messor 跟三个背景 什么叫messor 就是母片 母片 母片 三个messor 它里面有三个母片 然后三个背景 像免费 那如果您觉得这样 还不够 有些人他比较偷懒 他会想到什么 你内容顺便帮我做一些 比如说表格的格式 你帮我做一下 然后图表的格式 你做一下的 这个呢 里面有17个slide 就是17 17 的投影片 好 然后加上一些 预先制作的表格跟图表 这样 24块 当然是美金 所以 这就你可以看 事实上 我们当然用免费的就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到这个网站 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网站真的好多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好 您进来了之后呢 我们先看一看 这个地方 因为它本身呢 它的网站 版本非常多 我们要的是这个 PowerPoint的版本 所以您从这边点进来 好 现在您就看到了 那一般来说 我都会先进到这个free的这里 手手边这里 这个free的template 我们就从这边先挑就好了 好 挑看看有没有我们喜欢的 好 那假设你喜欢这个 你看 我们看右手边这个 如果你喜欢的是这个 您看 它也是一样 三个master 三个背光 三个母片 这个免费直接下载就好 那如果您是这个 17个自带的 就要付费 好 那我这边 我就按download 那它可能需要您先怎么样 先做一个 注册账号的动作 好 注册账号的动作 我这个部分 就看您了 您这边的话 您可以先 就是注册一下 只要email 跟我看一下 等一下 左手边这个 新的customer 你就把你的email 填进去就好了 那您会 它会寄封 确认性在您的信箱里面 好 那这样您的帐号 就起用就可以下载 那OK吗 好 所以老师您待会呢 可以试看看 那么 我们现在重点来了 那到底关键字要找什么 关键字 关键字其实 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 我回到我们首页来 Google里面来 事实上我们所谓的 半本半本 半本不只是简报 有 过的有没有半本 也有 只是比较少人用而已 一下有 有没有半本 也有啊 甚至我们在哪里 像我们一般做网页也有半本 直接拿来用的 所以 我们要找的叫做这个关键字 template tm tl a t e 那通常我们会加一个s 因为 半本很多 那如果说您要更精准找 因为这样找的话 所有的半本都会找到 所以您可以再加上powerpoint 那如果您要再精准一点 顺便加个可以的 哈哈哈 对不对 我不要找付费的 付费不用跟我讲 我们就再加可以 反正你关键字可以多几个拿加进来 一起找 好那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说 哇一早就找到很多了 你看12个精选 免费的下载网站 点进去 这样一早就找到12个啊 所以 你什么时候会用完我也不知道 哈哈 好 所以光这个免费的 你找一找 你会发现说 可能就可以帮助大家 减少许多 就是 你在思考 就是 我要做网 这个简报的时候 啊 那个美风啊 这个简报怎么样 你先有一个好的开头 你再做内容 心情也会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好